如果恶魔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 条件是十年后收走你的灵魂 你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吗 这个恶魔对着眼前的尸体说道 说完便潇洒离开 下一秒 尸体居然睁开了双眼 心脏也开始跳动 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 医生和护士都看呆了 何力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走出去 此时小雪还在对警察诉说着当时的情况 原来她是一名餐厅的助唱歌手 无意间发现何力发布的新歌 居然和自己的原创歌曲一模一样 于是在何力遭遇袭击的当晚 她拿着自己创作的曲谱来找何力对质 却发现倒在血泊中的何力 便将她送去了医院 这时何力走到了小雪的面前 医生急忙冲出来拉住何力 让她去做一个全身检查 何力却淡定地说自己没事 她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和恶魔做了交易 第二天 小雪来警局路口供时 无意听到了熟悉的口哨声 来自眼前的这个少年 小雪响起 昨晚有个人拿着钢管出现在何力家附近 吹的就是这个吊子 她立马指认少年就是凶手 眼见事情带露 少年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承认自己就是昨晚打晕何力的黑衣人 原因是何力每天晚上在家放音乐 打扰到她学习和休息 何力一听立马怒了 自己明明做了很好的歌音 再说也不能因为这 就对自己下毒手啊 少年却一脸不屑 嚣张地说道 你不是没死吗 赔你二十万够不够 不够再给你加十万 何力抄起凳子就要砸她 却被一旁的警察拦住 趁众人不注意 少年打算开溜 却被小雪一个漂亮的锅肩摔 狠狠摔倒在地 经过一番批评教育 少年被放了出来 路边的乞丐拦住她 告诉她将有一场血光之灾 少年认为她在胡说八道 骂骂咧咧地向前走去 这时乞丐的双眼变红 瞬间化身为地狱的恶魔 一把将她摁在墙上 恶魔愤怒地说道 原来恶魔为了复活和力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说着把体内的一股力量 打进了少年体内 少年昏了过去 恶魔并没有夺走她的生命 只是将拯救灵魂所付出的代价 转移到了她的身上 令人意外的是 第二天少年竟然找到了熊哥 想要献祭自己的灵魂 来换取三个愿望 第一个是消除恶魔对自己的惩罚 第二个是要无尽的财富 而第三个却是 让一直看不起她的哥哥姐姐下地狱 保镖听后 觉得她的灵魂比恶魔还恶 对为她的灵魂没有任何可交易的价值 少年刚想发火 熊哥却说你的灵魂等级太低 熊哥把手放在少年的额头 瞬间把他带进了地狱 此时少年眼中的世界变得昏暗无比 周围全是行尸走肉的怪物 这就是献祭灵魂后的世界 他将永远生活在这里 饱受折磨 少年赶紧跪在地上向恶魔道歉 可为事已晚 交易已经达成